从十一大十三大几乎是七哥成长的 这个儿时最关键的这个时间 十一大就是1977年 十三大就是南巡讲话 1992年 1992年1月份的时候 邓小平南巡讲话这件事情意义重大 大家要看到 那个时候出现了新的常委 谁呀姚依林 乔石 你像陈云这号人夸子出来了 你们不要小看了 姚依林那个时候出来是管经济的大家 就出来了王岐山这个魔鬼 姚依林的实力就出来了 陈云这个人你可不要小看 陈云就是宋平 他培养的是宋平 把宋平给弄成常委 宋平的这个牛杀到什么程度 陈云的资格比毛泽东比中文来的老 他培养了宋平到宋平还活着呢 所以说七哥对这一段太了解了 现在你看到了官方的所谓海外解读 大多数都是扯淡的事情 背后的故事很多人不知道 邓小平当时南巡是武昌珠海和深圳 他最大的所有的事情发生 主要是在珠海 珠海有一个叫珠海避暑山庄 我跟你们说我很多次了 就从七几年以后 珠海山庄都建起来了 避暑山庄那漂亮的 在那个珠海湾 在唐湾那个边上 那个现代化那时候是不可思议的 七哥到那去住在那 真感觉到共产党是太扭了 这国家实力 那个家具那东西 所有的管理和吃的 都是你老百姓想象不到的 我第一次到那去 我吃的东西我都傻眼了 原来人间还有这样的地方 那个在背对着山 对着外面避暑山庄 后来一段时间可以接待对外开放 可以接待客人 但很少人能去得了 那个时候是不得了的 但是你知道陈云宋平派 姚依林派 乔迟出来了 江泽民出来了 就中国真正的是从毛泽东的第一代核心 邓小平 到了承认第三代核心就是江泽民 是不是第三代核心 而这是真正要弄死他 当时真正的邓小平留下江泽民 谁不改分上要弄死谁 那段时间 实际上邓小平啊 是有很多犹豫 为什么最后邓小平要留着王瑞林来作为代言人呢 因为王瑞林当时真的替江说了话 那是要拿下他的 那背后的故事多了去了 到珠海的时候 北京已经是军队已经布置好了 不改革不开放 不讲述就抓人了 最后是江泽民绝对服务 然后是答应把乔石弄出来 宋平弄出来 看着他们 你像陈云 陈家那是多牛啊 然后姚依林也跟着就上来了 大家要看到这个时候 整个中国党是一场重新布局 重新分配 所谓的立了第三代核心 但是这个时候叫习中勋 是最最落寞者 即改革开放的人 到现在习最纠缠的就是 这个改革开放是我爹干的 怎么是你邓小平干的呢 深圳的事情 绝对是习中勋是最大的功能 不杀人 不能再杀人 这个话是习中勋说的 不能再杀人了 一天最多几千人打到整个湖那块 都是雪流成河 杀人的兵封了 一天封好几个 都是游着过去了 打西瓜皮 响一个 打出来响一个 你就是人会杀人 会杀自己 杀疯掉那时候 你们可真是不知道 这个七哥是亲身经历太多了 那时候 那个时候我才多大 你去想想 七哥那时候已经早就混深圳了 那时候你们干啥呢 七哥已经在罗湖酒店混了 那时候罗湖是个镇呢 七哥就已经搞电子表 搞牛仔裤 邓丽君磁带 然后海外版的少女之心了 是吧 都玩这个去了 所以兄弟姐妹们 你看到那个时代的时候 到十三大的时候 到今天 你发现十三大影响到今天 就是习近平今天的极端思想 和对邓家的打压 当时就是所谓的南巡讲话 是走左还是走右 改革派还是极端派 绝对共产主义 最后是选择了一个 既不走极左 也不是所谓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确定了江泽民 习上来以后来个极左 绝对极左 跟他爹是完全相悖的